同学们好,欢迎来到9R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五课 外套的故事的第二个对话,第二部分 那么前一个部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叫外套能够说话 那么表现出来说我们的着装在某种情况下 可以体现出我们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一些行动 我们会去哪些地方,会做什么什么行为 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看一下 第二个对话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内容呢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对话它的标题 总的标题叫做 就是说我该穿些什么呢 那么这个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出席不同的场合情况下 自然会穿着不同的衣服,对吧 那么这里边其实体现的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对话呢,它是分为两个情境 那么每个情境呢,就是一个完整的对话 那么下面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个语境 好,第一个对话呢,是在这个叫 Karimun,这个男孩子 这个叫Aliyetu,一个女孩子之间进行的一个对话 有关于讨论这个在不同的场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一个话题 那么首先还是由我为大家读一下这第一个对话 Aliyetu, سأحضر حفلة سحر مساء اليوم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对话 那么Karimun就对着Aliyetu说了 Aliyetu, سأحضر حفلة سحر 意思说,我将要出席一场晚会 时间是,这个短语大家画下来 مساء اليومي,意思是今天的下午 ماذا أل بسو 我该穿点什么呢?我穿些什么比较好? 接着Aliyetu就问了 这个短语大家也画下来 这个短语大家也画下来 意思是场合,场所 那么这个短语意思就是说是正式的场合 M或者是 还是说非正式的场合呢? Karimun就说了 是正式的场合 那么其实这个回答 它是省略的这个 这个场合 那么这个 你的嗨指代的是什么? 我所参加场合 我刚刚说什么 要去参加一场晚会 所以这个嗨指代的就是 那么这场晚会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个庆祝 这个短语大家画下来 意思是 为庆祝什么什么 以什么什么为场合 以什么什么为目的的 是什么样场合呢? 后边这个短语 我们知道是国庆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晚会是为庆祝国庆而说的 是为庆祝国庆的 好 然后 这个句话 下边 这个阿列图就回答了 那么这个词意思就是说 那么 这样子 既然如此 既然这样 那么 那么你就应该穿什么呢? 意思说是正式的服装 正式的服装 接着 Karim就说了 我们知道是什么 观点 想法 看法 建议 用来修饰前边的名词 意思是正确的 就是说 想法很对 想法是对的 接着下面这句话 这个动词我们学过 单词表装学到叫什么 建议 对吧 建议这个动词 后面加上 引导了一个动词 那么你要穿什么呢? 这个短语 这里是 的意思是 是白色的 是阳性的 白色的的意思 前边的 Karimi San San 是衬衫 它的宾格形式 那么因为这两个词 在句子当中 做的是宾语 所以呢 这里边他们 这个 Eb-Yadu 然后变成了 开口符号 是Eb-Yadu 也就是说 白色的衬衫 你要穿白色的衬衫 我和什么呢? 我 Badlatan Rumadiyatan Fatihatan 那Badlatan 我们只要是 套装的意思 Rumadiyatan 我们只要是 灰色的 形容词 Fatihatan 是什么浅色的 那么这里边 这个Fatihatan 其实修饰的是 前边这个形容词 叫浅灰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你该穿浅灰 你可以穿浅灰色的 套装 Maa 和什么呢? 这个短语 Rumadiyatan 意思是领带 就是扎着领带 这里的Maa 意思就是 和什么什么一块 那么这个 相对正式的 这个服装 西装 和领带 那肯定是扎着 这样的 配着 这样的领带 配什么呢? 这个领带是 B 以什么呢? Aloni 什么样的颜色 Aloni Logatimi Gatimi 是Fatihun 它的这个 像对应的 那个意思 就是深色的 也就是说 叫深的颜色 也就是说 这个领带呢 是较深的颜色的 所以整个一下 就是说 我建议你呢 穿什么呢? 白色的衬衫 和这个浅灰色的西装 然后配的是什么 深颜色的领带 大家可以构想一个图 在头脑当中 形成一个3D的 试衣间了 就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子啊 好 那么这块 然后 Hackade 这意思说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Hackade 就怎样呢? Tab do 那么你就会 看起来 看起来 我心里面 会比较帅 而且很流氧 你怎么看 你觉得怎么样? 好 那么这一句话当中 有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 Aktariho 这个建议 这个东西 那么通常情况下 它的避语 就是要 就是都是由一个 An引导的一个存句 表示建议要干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再用这个借词 A来 当这句话当中 没有出现 A来 然后加上一个代词 或者是名词 的形式来表示出来 那么通常说 Aktariho 这里应该是 A来开 接在这里 An的后边 An的前边 就是我建议的对象是你 我建议你干什么什么 这里 然后再往后 这个Tabdu 它的主语呢 是其中蕴含 就是说是第二人称 你 就是这叫Karimun 对吧 就是说你显现出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Tabdu 可以换成另一个词 就是Blahera 这个动词 显现 表现出 然后这个 Ossima和Anikan 两个形容词 是用来形容主语的 那么这一边 他们俩的作用 语法成分 相当于是 状态状语 那么不全语 也可以换成叫 Tabdu Haru WaSiman Anikan 就看起来 看起来很帅 当然我们之前学到的 一般是什么 Bada Yebdu 加上Anna Anna 引导的一个名字句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 不引导名字句 可以直接用这个形容词 表示一种状态 直接接下来也是可以的 这里 大家记住 好 那么给了一个 这么全面的建议 看下边 Karim 你就回答了 Shukran Ala Iqtirahti Alqaymi Qaymi 我们也是生字表当中学到 意思是有价值的 那么这里面形容的 就是前边的 你的建议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有价值的建议 感谢你有价值的建议 我才阿玛瑰 这里边 阿玛瑰比 意思说是将会按照谁谁的说法 听从某人的劝告 听某人的建议 做什么什么 也就是说 我将会按你说的 这么搭配着穿 比较 就是你所讲的这个内容 前面的全部内容 用一个阳性的指挥代词来 指代 这里边 好 那么我们从头来 把这个意思 给大家梳理一下 Karim就问了 Alietu 我今天下午呢 要出席一个晚宴 我该穿些什么呢 Alietu就问了 是正式的场合 还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 它是专门为庆祝国庆 而办的宴会 那么 那你就应该穿正式的服装 你说的 你说的没错 建议很对 我建议你呢 可以穿白色的衬衫 和浅灰色的西装 搭配呢 深颜色的 深色的这个领带 这样子你会看起来很帅 很优雅 英俊如雅 你怎么 你觉得怎么样 感谢你有用的建议 有价值的建议 我就按你说的来做 好 那我们从头来再梳理一下 这一部分 一个小小的对话 它里面涉及到一些知识点 那么 这个关于 Hadora Hafle Tasehrin 我就不再重述了 那么 接着这个时间 正品组合叫 Nase El Yomi 意思是今天下午的意思 接着 Munasebetun Rasmietun 意思是正式的场合 然后接着一个表达 叫B Munasebetun 是以什么样的场合 以什么样的一种情境 Led Waterni 意思是国庆 这个节日 国庆节 然后 后边 那么这里边再往后 叫做什么 Yajibu 对吧 Yajibu 是某人应当干嘛干嘛 这个短语 Elebi Serasmi 意思是正式的服装 然后 后边 这个 Yajibu 它的这个用法 本身 它的意思是建议 那么 其实这里边 没有把这个 所说的对象 建议的对象是你 那么这里面 省略了一个 Aleikai 应该是 Ekutarihu Aleikai 不全的话 是这样 然后 后边的短语 Gamizun Ebiadou 意思是白色的衬衫 Badlatan Rumadiatan Fatiha 意思是 灰 浅灰色的西装 Maa 是配 什么呢 Ribatu 是领带 领带是 Bilounil Gatimi 以深色的领带 相配 然后接着是 Hakad 意思说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 然后 Tabdu 这里面可以换成 Tabdhar 后边 加上两个形容词 表示一个状态 这里面 然后 感谢 Shukran Ale 后边短语 Iktirah Ki Al-qaymi 有用的建议 然后接着是 Amirabihi 就遵从某人的想法 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然后听从某人的建议 这一部分 好 那么第一个对话 我们就讲解完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对话 因为它还是比较短的 对吧 好 我们一起来读 Meda Al-bassu Ale 好 那就是对话2当中的第一个情景 对话2当中的第一个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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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对话2当中的第一个情景